我告诉你 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 能治治不能治 就是死的这个态度 孩子是谁的 什么意思啊 陈雷 当然是你的不然啊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那也是我的孩子 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 自从你妈走了之后 你对我越来越冷漠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 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要这么对我 你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 家里所有的存款 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 唯有一句怨言没有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 你静心了吗 尽力了吗 我妈当时最后病中要转院的时候 你什么态度 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不是 那癌症晚期了呀 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 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 每家医院都有自己 最擅长的领域 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 我们又七拐八拐 去找关系转院 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你问过吗 沈磊 你问过吗 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 就说没办法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 扣门拖关系这一套呢 我最讨厌这个了 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 是 我年轻的时候我幼稚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 就是要靠关系的 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 当时那是要救人命 我告诉你 不要说什么拖关系 打电话找人 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 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 我就给人磕头下跪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 我 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 问题是人家也要 再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 就算我张口了 他会不会认真帮忙 有没有实际效果 那都是未知的 沈蕾啊 我也是不明白 你说你这个人 也挺善良的 你对外面那些人 那些陌生人 路边的叔叔阿姨 那些菜市场 卖菜 卖花草 那些叔叔阿姨 你都挺有同情心的 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 看着我妈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 你都不管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 这么自私 我虚伪 我自私 你妈生病的时候 我一直都陪着 我每天炖着补品 给她送过去 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我最后要用那个 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像药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愿意 百般不乐意 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花 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 都拿给你妈治病了 那大夫都说了 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 你当时那么着急 你知道医院外面 每天有多少骗子 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 那都是骗人的 你胡说八道 你好什么好呀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 那是医生说的 最新的治疗方案 只是说只是说他不一定能有效 可是你呢 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 你怕你就是怕我 那是我不愿意吗 没钱了 家里没钱了 你说我吼什么呀什么呀 没钱 没钱就去借 没钱就应该去借 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应该坚持去给他吃屁吗 我告诉你 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 能治治不能治 就是死的这个态度 我最不能原谅你的 就是你说 根本就不愿意 你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因为你妈走了 你能过伤心我能理解 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 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 但是这都不是 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不然呢 不然我把它剩下来 不然我把它剩下来 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 家里叫那么一辆小破电驴 我要是因为怀他 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 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 我都住不起 他要是在生一场大病 我哪里有钱治他呀 我指望谁 我指望你啊 你能帮我什么呀 陈磊 陈磊 就我现在这个样子 不配养孩子 爸 老婆 老婆 不是 老婆 老婆你先别生气 我的意思是 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 她这个身后事 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 你觉得呢 我妈活着的时候 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吧 我想接她来北京住 咱家有地方住吗 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 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好 那这咱们就订那个二十六万六 不对 就订那个二十六万八的 好不好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的 咱早就用上那个拔香药了 沈磊 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 死也死我痛快